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本地节目就和小编一起来看一场旷世截斗 这并不是武林中最高盛的武艺 也不是江湖中大侠的切磋 而是一场爱与恨的纠缠 拉拉队和裁判都已就位老司机发车了 首先两位选手已经进入了比赛场地 在沙石和黄土的场地上 更能体现双方的能力 黄裤头子选手看起来比较愚钝 而平头哥从气势上来看非常的嚣张 双方做好手势准备开始比赛 首先出手的是平头哥 一个漂亮的假动作 黄裤头貌似完全没有看懂 从他咬牙切舍的回手掏 我们发现他好像已经被逼急了 双方进入了僵尸阶段 平头哥使用抠手的姿势 多次的提示黄裤头进攻 黄裤头再一次的被激怒 使出力气准备发大招 可惜力不从心 摔在了铺满狗屎的场地上 整场比赛平头哥多次的抠手姿势 在气势上直接的压倒对方 黑白电视里学习了猴腿猫脚功夫 成功的在这个时候将自己带上巅峰